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张银行在9月19号 宣布了最新的利益决议之外 公布了众所关注的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 也就是俗称的第七波打房措施 这一次可是下狠手了 这个狠手打的 最近房市可以讲说是一片低迷 从仲介到预售 看起来不管是建商 或者说这个仲介的从业人员 大家都有一点垂头上气了 感觉这个房市可能要修正 而且可能会清淡很久一段时间 那当然下什么样狠手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多数都已经知道 这边就不重复了 只是说这后续的效应到底会大到什么程度 现在目前据说公银行库 第二房的房贷率已经上升到3%了 可是这一波对中国大陆的旧房市 很多一线房市 一线大城的房贷都已经 首付都已经下降到3%以下 两岸有一点这样子意味的一个情况 位置交换的一个情况 台湾打房中国大陆旧房 那后续的房市的情况到底我们要怎么观察 以及去做研判呢 今天我们要来针对这个话题 请教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 吴大任教授吴老师你好 管大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在请教您房市之前 先请教您 9月最新的消费新指数CCI 最新的状况 我看到是上升了0.09点 微生的一个情况 确实就是我们总指数 是小幅上升 非常小幅 就是只上升0.09点 所以说从统计学上来看 跟前个月 就是跟8月来比较 它不能算是一个显著的变动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持平的这个状况 但是呢 在这个分项指标 就是几个分项指标里面 只有股市投资的信心 在这一次是下跌 但是它的跌幅也是非常有限 就1.64点 那其他的指标呢 虽然都是上升 但是呢 都在一分以内 所以也都不算是显著的变动 但是在我们这次调查的结果里面啊 我个人觉得最意外的部分啊 就是跟房地产相关的指标 就是耐久性财货 购买时机 对 它的购买时机 还有呢 那个房地产的信心指标 那这两个指标呢 这个月的调查 都是小幅上升 那耐久性财货购买时机 那这一次是上升了0.41点 来到109.74 还是维持在乐观的水准 那房地产信心的部分呢 是上升了0.4 到106.73 那也是维持在乐观的水准 那刚才阮大哥就有提到嘛 就是那个央行在 在那个 9月19号 9月19号 他宣布了那个 最次新的那个 就是 就是选择性信用管制啦 那我们的调查时间呢 是18号到21号 正好在这个中间 对 没有错 所以说呢 那个我们在调查的时候 其实央行也宣布了 他的新的政策 但是呢 就是以房地产的信心来讲 他居然没有掉 但是呢 其实啊 就是仲介或者是建商 他们在这段时间的这个反应啊 就像阮大哥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感觉这个房市急动 但是呢 在信心的这个部分 他居然没有掉下来 所以 这个是有点反差啦 不过我尝试去 去解读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个人的判断是这样 其实台湾 我们的这个房市 跟我们台湾的这个地理环境 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啦 那我们这个台湾呢 就是一个天灾比较多的地区嘛 他这几天 台风来了 开始感受到台风对我们影响 本来想说我们住在西部比较安全 但是没想到呢 这次台风可能就是会贯穿我们的西部平原 他就故意的 他故意的 他故意要来考验一下我们 是是是 还有考验一下那个台湾海峡的风机 那个风力发电的那个机所 看看这次台风考验 他们可不可以安然度过 对对对 那确实啦 我想那个这次台风的这个影响还是蛮大的 那那个除了台风之外呢 我们台湾另外一个天灾就是地震嘛 那我们受到地震的这个影响 也是这个大家应该都有蛮深刻的这个经验啊 那我们其实在这个有生之年啊 我们自己历经了这个最大的地震 当然就是921嘛 它发生在1999年 那921地震之后呢 那个因为死了几千人啊 所以当时呢 也让政府就是重新思考 就是我们房屋建筑的法规 应该要去做一个修正 那这个修正呢 在2003年生效 所以基本上新的建筑法规 在结构安全上面 它就有比较高的规范 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啊 就是我们如果要住在这个安全性比较高的房屋 可能就是要考虑 要买2003年之后申请建造盖出来的房子 但应该成本也比较高 建商建筑的成本也会上升 当然啊 就是我们这几年 我们其实 其实那个2003年 到现在也是有20几年了嘛 那在这段时间呢 其实不管是建筑成本 还是经济景气 其实上上下下都有好几波的波动 那当然那个有一段时间 其实我们建筑也是相对便宜 譬如说在20 这个就是在2007年 那时候有严重的通膨 我们的建筑都涨到了这个历史的新高 但是呢 结果金融海啸又重新洗牌 所有的这个物价都下跌的 这个幅度蛮大的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到2015年2016年 我们 营建成本啊 在建材的部分 其实都还是非常的低迷 那2018年以后呢 它随着这个 就是经济景气 慢慢逐渐好转 房地产还有 房地产的景气 再加上台商回流 所以我们的这个建材的价格 还有工资 才慢慢开始上升啊 所以其实在这20年的期间里面呢 其实还是有很多期间 它的这个建筑成本也不是这么高 所以我们可以看哦 其实在2018年之前啊 我们全台湾 但除了台北新北之外 其他地区 包括现在房价非常高的新竹 还有桃园 高雄台南 有很多是一字头的 就一字头就可以买得到 对 所以在当时其实 我觉得房价都还是非常的 这个 就是对一般的上班的民众来讲 其实我们要买 在那段时间 其实都还是有足够的能力 我买过一字头的房子 就在这个老师您所处的地方 在桃园巴德 当时真的买一字头 是是是 所以以前那个像远雄啊 他在在在林口 或者在三峡 他们有很多建案嘛 对 那刚推出来的时候 都是都是15万 16万左右 我印象很深刻 那个远雄推那什么大未来 未来之秋 那时候在林口 真的就是就一字头二字头 是 确实是这样的价钱 对对 因为那时候我又去他们的监案演讲 所以我知道房价 现在大概应该都五六了 五六吧 五六四五四五六字头了吧 对是没错 那所以 所以其实 在这二十年当中 还是有很多 可以买的机会 那但是呢 那问题是 一去不复返啊 确实啦 但是 但是我们在今年的四月三号 又历经过一次 比较大的地震 又花脸的地震 那我想大家都印象深刻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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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在接连这几次地震之后 我想 大家会开始考虑到 这个居住安全的问题啦 那我刚刚讲的 其实在2003年之前 以后 应该也是有好房子 有些建商 他用的建材非常的好 结构安全非常的好 但是呢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可能大家也都不敢确定啦 有些建商可能现在 也没有继续留在市场嘛 那 那那所以说呢 如果我们要 比较确定的 要住在安全性高的房屋 那基本上呢 就是要考虑2003年之后 盖的房子 那我们台湾 目前家庭的户数 是超过900万 就大概是920万左右啦 那房屋的存量 大概是800万户嘛 看起来基本上是平衡的 但是问题是 如果我们要考虑到 安全性高的房屋 那从2003年申请建造到 现在我们盖出来房子 大概是250万户啊 那那这个呢 就是就是我们台湾 就是我们的地理环境 比较特别 就是我们有比较严重的地震 台风 这些影响 那所以说我们房屋 它的这个居住的年限 可能也相对会比较短 因为因为房屋 特别是台湾 有很多土壤液化的地区 那经过地震以后 其实房屋可能 已经开始有点倾斜 那下一次呢 同样的同样的地震 就有可能让这些房屋会倒塌 所以所以其实 房屋安全的问题 其实是蛮重要的 那我刚才讲 就是从2003年到现在 我们新盖的房屋 这20年来盖的房屋 就250万户 所以其实他是不足以 去那个攻击 我们现在900万户的家庭 那所以说呢 在长期 那个我们其实还是有 有房是 就是还是有房屋供给 不平衡 或者说房屋供给 短缺的这个情况 那等一下我要请教 吴老师 就是说这波央行的打房 那后续呢 房价的趋势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想央行 打房的动作 也不是针对 这个要真正买房子住的人 因为杨静荣总裁 也很讲清楚 在记者会里面 他讲说 我就是要给投机课 给你们一个教训 给你们一个lesson 给你们一个教训 他针对是投机课 炒房的人 所以他并不是针对 要自住的 要投 说我今天买了房子 全家要搬进去 或者换屋这些人 什么旧换新 小换大 他不是针对这些人 他是要针对投机课 那问题是 会不会打到全部呢 因为你怎么去区分投机 还是自住 对不对 甚至我如果说 钱真的不知道怎么用 不想买台积电 我买一间房子 做投资 可不可以 这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好 那我们继续来请教 中央大学的吴大任教授 那吴老师 这一次的打房措施 您个人的观点如何 就是说在 整个措施面上面 您看到了什么样 对市场影响性最大 我是认为 就是我们央行 他也有他的立场 但是他说 他要去打击投机课 或者是投机课 对 这个说法 我觉得是 有点怪 因为你去问任何一个买房的人 有人会承认他是投资客 或投机课 应该不会 你根本就有办法判断 对 那基本上呢 我们之前的政策 就包括平均地权条例的修正 还有那个 像那个 就是两岁合一 那个新的版本 那这些呢 基本上都是要去 防止短期的投资 所以说在这些政策之下 其实目前啊 只有两类 第一类呢 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 刚性的需求 你就是买房要自住的 那你可能 名下有房子 或者没房子 因为你名下有房子 那房子可能也不适合你居住嘛 那有可能像我是屏东人 我在屏东 那我爸留给我一间房子 但是呢 我又不可能住在那边 因为我工作不是在屏东啊 所以我还是在北部 有买房的需求嘛 那所以说这些 就是所谓的刚性的需求 就是你没有这个房子 那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工作 或者是家庭 那其实这是正常的需求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他想要长期 持有 那长期持有呢 他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打算啊 像有些父母 他会帮小孩子多准备嘛 但小孩子现在还小 所以我现在买在我的名下 小孩子长大 这个房子可以让他住 那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要长期持有 那基本上在目前的这个制度 我们目前的这些法律 法律规定之下 你要短期持有 就是短期的这个投机 基本上是要被科重税啦 那如果是你买预售屋的话 你也没有办法转售啊 所以这些政策其实已经限制了 我们一般所谓的这个投机 或者是短期投资的这个需求 那现在呢 这个央行 那又再重述一次 我是觉得可能意义不大啦 因为你还是没有办法区分嘛 如果你有办法区分 那当然就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是 你要买房子 他总有他自己正当的理由啦 那理由 就是有 这个可能是几百种 几千种 最正当的理由就是老子钱太多 不知道怎么用 对我只能去买房嘛 我台阶已经买了一缸子了嘛 我还想怎样 台湾 老师你看今年的超额储蓄会四兆多 4.12兆 对 超额储蓄率16%将近17% 我们仅次于新加坡 对 过去几年每一年三兆三兆多的超额储蓄 今年一下跑到四兆多了 还有那个台商的资金 什么五年回流解冻啦 对 然后M2每一年年增率还5%多6% 我们M2就已经六十几兆了 这么多的钱伸出来你说钱要去哪里 这基本上我觉得这是钱的问题嘛 这钱的问题也得考虑进去嘛 但是我觉得啦 对央行来讲 以他的立场来讲 他可以提的理由 就是金融风险嘛 就是我们有太多资金 或者说我们有太多的这个 这个银行的借贷是在房地产 那事实上这个也有 也有那个法律的规定嘛 就是说他有30%的上限啊 那现在当然很多银行都已经临界上限了嘛 那他剩下钱不多 他当然要筛选客户啊 那那就有 当然就会发生 你如果是债信的这个条件不好 那有可能银行就不愿意借你钱嘛 即使你有刚性的需求 那也没有用 那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 多少还是会有人会因为这样的这些政策 而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说对这波房地产的这个影响 不是那个9月19号的这一次的政策 其实从8月初以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限贷令的这个问题嘛 那政府还有银行都说没有限贷令 但是他们的钱就是越来越少 那这次央行他又提升了存款准备率嘛 那当然又是回收资金啊 那对这些银行来讲 那他已经到了接近上限 那剩下有限的钱 他当然要做有效率的利用嘛 那我们看到的就是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银行也有说不出的苦衷 因为他们的钱要都给新清安啦 那你给新清安了 你就没有办法给其他的这个借款来源的人嘛 因为新清安摆明的就是 每个月就是四五百亿 四五百亿这样借出去嘛 银行能借的就有限啊 所以那八大行库就第二房 把你提高到三%你别来借啊 意思就是这样子啊 因为我钱要给新清安啊 所以您觉得去年八月这样搞 那个新清安政策是对的吗 那这个政策其实也是造成了 这一波房市争议的主要原因嘛 但我们不是去说年轻人 或者说呢首购族不能买房子 而是说呢这整体政策的讨论 我觉得这讨论的空间是有的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共同来讨论的事情 我觉得政府协助年轻人买房 这个在我觉得在政策上 他也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地方 而且之前就是因为新清安造成这个需求太大嘛 所以呢 那个银行 就是我们整个银行体系 他也非常谨慎的去做了一次清查 就是如果有人头 如果有一些不正当的一些问题的话 那他也是可以帮你揪出来啊 但是清查的结果 顶多叫你补利息而已啊 顶多叫你补利息而已啊 目前是这样 也不会抓去关啊 其实 对啊 其实我们还是自由经济嘛 对啊 我是觉得那银行 还是尽他的能力 他大概也只能这样做 是 那这个银行现在目前很多的都已经到了什么 快接近30%水位了 那您觉得这个问题要怎么接 他银行现在是只能吸收存款 我看我那银行的朋友都说你赶快拿钱来存啊 我们银行现在 因为他放款的base 那个30%的base在存款嘛 对 所以大家都要抢存款 我觉得哦 要碰到30%在现在这段时间 其实 就是几乎是无可避免 因为现在房价也很高嘛 那我们上次好像也提过啊 同样一间房子 那以前他价格是1000万 那你大概带个六七百万 现在呢 已经变成2000万了 那2000万 你要你的贷款就要增加 同样一间哦 那你现在就要增加贷 就贷款到1400万1500万 那那你的贷款金额本来就是在增加 所以碰到这个上限 那个在目前的这个环境之下 这几乎是无可避免 所以未来怎么样去处理 我觉得这个这个其实 那个央行啊 还有金管会 他们应该要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 好那吴老师 那到底我们的房市政策应该怎么样去 去去去做呢 是完全让他自由走吗 就是说不干预他 我们反正是自由经济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啊 我觉得最后他还是要反映供需的问题 那我现在讲的我们台湾安全性高的房屋就是不够嘛 所以才会造成这么大的问题 那你现在的政策 你希望房价不要涨太多 甚至它要下跌 那我们的方向应该是增加攻击啊 你要想办法让攻击 能够很快迅速的增加嘛 那最那个最好的方式就是 更积极的去推动肚根啊 那我们这个讲了多少年了 对 但是就是就是做不起来 那现在那个我我们的科市长 现在也也进去了 所以农期奖励要到百分之八百就对了 但是我是觉得 基本上我们的方向 就是我们全民的共识 应该想办法去增加 我们房市的攻击 因为台湾 我们就是处在一个这个 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一个地理环境 所以有这些天灾 一量自驾就对了 我的我的我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就是我们房地产 就是真的老旧的房屋 我觉得它的居住安全是非常有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很多人 住在这些房子里面 那这个这个应该是政府 应该要好好去处理的事情 大规模的都根跟委老重建 由政府发动起 不是不是让那民间自办就对了 那甚至呢 你盖社会住宅 那让让一些年轻人 有地方有安全的房子可以住 不管是买还是租 这又是另外一个issue 对 可是政府现在在做的 内政部在做的是这个租金补贴 一年几百亿这样发 但这个租金补贴 一年几百亿的租金补贴 其实用来盖社会住宅 其实也是绰绰有余了吧 是 但但他政策不是这样 他政策就是租金补贴 对 几百亿的在发 所以呢 我是认为啦 就是要看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那我们现在一味的 去压抑需求 那你现在压了一段时间 那其实呢 那个以后爆了以后 那个需求变得更大 那所以说呢 我是觉得啦 现在我们台湾的问题 是出在供给面了 虽然表面上我们 我们有八百万户 但是这里面老旧的实在太多了嘛 你要想办法让这些老旧的变成是新的 那变成是可以安全居住的房屋 那这样我们大家在居住安全上面 才会有真正的保障嘛 好 这个房市的问题 真的可以开一个三天的论坛 都讲不完 各方的专家意见 央行学者官员 全部大家都来 真的啊 大家找出一个方向性出来 我想刚刚吴老师所说 也值得大家思考了 建筑安全的问题 台湾地小人筹的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一个 所谓宏观面的问题 我们这边非常谢谢老师 我们这边 vision述的